在一起喝咖啡就是靈魂霸凌 每一天吃鞭打就不是嗎 為什麼 你剛剛去哪裡 做工人頭 什麼做工 什麼 我剛剛已經看到你跟那個女孩子 你看他講應酬 誒你不要無理群啊 你們兩個怎麼要跟那個女孩子一起做 什麼 誒等 你告訴我是嗎 Sort的 我已經看到你們兩個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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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不要叫我來人公 為什麼我拿了PHD 但現在卻淪落到這樣 為什麼跟當初講的不一樣的 實質專心照顧孩子吧 賺錢就交給我 我以為我們會一直這樣幸福下去 但是現實是殘酷的 新人就像一張白紙 被折猴 怎樣撲平都還是有折痕 如果當初我做了這個決定的話 是不是就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了 寶貝 我們今天不待 嚇死了 還好只是夢一場 自己準備比較好 女生做錯一個決定 就是一輩子了 善思而後行